这里就是武则天的孙女永泰公主李贤慧的墓室 就是因为她知道武则天有男宠的秘密 在17岁那一年被武则天杀害 悄悄的告诉您 她的地宫里面还有一个盗墓贼 当年进来之后近千年都没有出来 关注墓子 今天咱们到里面去一探究竟 1960年考古学家对乾陵旁边的永泰公主墓 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 在清理墓道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盗洞 在这个盗洞的旁边还跪了一具人体的尸骸 它的旁边还散落着一把斧头和一堆金银饰品 毫无疑问 这肯定是当时盗墓贼的尸骸了 那么死因很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当时分赃不均引起了内讧 被同伙当时活活砍死的 专家把尸骸清理出来之后 送到了西安进行了检测 根据检测的结果推断 这个盗墓贼可能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到宋朝初年的人 正处盗墓贼盛行乱世 按理说 这个墓室中的宝贝早就应该被洗劫一空了 但是深入发掘之后 专家依然在这个墓室当中出土了很多珍贵的文物 将近一千多件 足以建永泰公主墓的陪葬品呢 非常的丰富 这个盗墓的长度是82公分 高度是55公分 这个位置呢 正好是在永泰公主墓第六个天井到前永道的墓门之间 可以说呀 这会盗墓贼呢 是相当的老练 因为这个位置呢 恰好可以把整个墓室的财物都洗劫一空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呀 太过于专业了 所以呢 打了一个如此精准的盗洞 才让这个盗墓贼呀 计划呢 非常的成功 洗劫了大量的财物 那么可是上面这些同伙呢 最终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 对同伴痛下杀手 可以说盗墓这个行业呀 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所以在以往的盗墓故事当中呢 残害同伴的这个现象 也是屡见不鲜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会是被什么样的一个同伴抛弃的呢 我们先来说朋友 这种关系呀 十有八九呢 他都是不靠谱的 对于本来就没有道德可言的盗墓贼来说 都是见钱眼开的 稍有不慎就可能是两个人去 一个人回来 那么后来呢 出现过师徒组合 但最终呀 还是解决不了人性的贪婪 那么再后来呢 就演变成了父子的组合 但是这种组合呀 必须是父亲在上 儿子呢 在下面 俗话说得好 虎毒不食子 因为在历史上呢 就出现过不少 儿子对父亲痛下杀手的这个案例 但是很少有这个父亲对儿子同时下手的 可是这种关系呢 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时如果说万一被抓住之后 那么他们家里边岂不是绝后了吗 所以呀 再往后呢 就演变成了舅舅外甥的组合 这第一呢 取谐音有舅有声比较吉利 这万一被抓呀 也不至于绝后 必须呢 这门手艺呢 需要传承 舅舅外甥的背后呀 是两大家族 也不敢互相去下黑手 所以呢 到后来很多抓获盗墓贼呢 都是舅舅外甥的组合 但至少从这把斧头和这具人还可以推断出 这会盗墓贼呀 应该是朋友之间的组合 这个倒霉的盗墓贼 当时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呢 最后竟然是命丧于自己太过于专业的手艺和同伙的人性 那么真的是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呀